通膨物价涨麻烦 但还有更麻烦的就是通缩不消费 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麻烦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不消费 你明明口袋有钱 为什么不消费呢 因为不敢也不能 你来看 连资生堂摩斯汉堡Zera 这些过去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品牌 也都拥有高利润的这一些 整个做生意的过程 加速退出中国为什么 网路上一篇三万字的万言书 居然一上架就变成了最大的禁忌 他戳了什么不能戳的真相呢 事实上最近因为台湾股市 大家觉得说一直涨上来 一直涨上来 很多股民都觉得赚到钱 可是台湾有一个危机 就是物价感觉上是越来越贵 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 我们是不是有出现通膨的问题 但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也出现一个通自备的状态 但它居然是出现通缩的危机 你看中国裁军 最近有一个长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其实你看这个作者 他说我写了三万字的长文 重点是我花了十四个月 花了一年多写出来 他说你把它整篇图完需要六十分钟 但是如果你完全读懂 能够受益三十年 什么样的人写可以这么嚣张 而且我跟你讲 财经圈居然好多人在看 里面提到几个 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消费增速弱 什么叫增速弱 意思就是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减少了 但是呢 企业投资意愿低迷 还有社会融资规模 信贷余额年增速等指标 都创下新低 代表什么 要花钱的借了 所以我要花钱的借了 我才会有这些什么 信贷什么的都越来越低 再来呢 中央跟地方财政都是负成长 老师讲啊 你今天敢这样写 在中国大陆里面 你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果然挑战立刻来了 为什么 这个文章放了两天之后 没了 整个网路上就被下架了 很多人就觉得说 天啊 你作者在写这些东西 而且你知道吗 这本书啊 最后面他居然用了一句话 叫做 明天是第二天啊 这句话 看你怎么解释 你可以说 我们明天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或者明天又是另外一个 没完没了的一天啊 更有人解读说 明天既然没完没了 就算了啦 不要想明天 有今天过就过今天了 你说什么样的人 写这种文章啊 我告诉你 事实上这个作者啊 他是北大毕业 他叫做寇文宏啊 那他就讲说 你北大毕业 拥有博士的学位啊 但有一些人是批评他 讲说 你有没什么投资绩效什么的 你的成果不OK 可是你知道吗 他在证券研究啊 跟一些所谓的消费金融的部分 他研究蛮深的 所以你看看 这个三万字的万言书 花了十四个月写 一个重磅的针匾 等于是一铁粮药 粮药难免苦口 才上架 花了十四个月写 两天就让他全网失踪 官方怎么可以接受你 这样的言论 那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搞不好写的 就是这个胡说八道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 散播谣言 但我们回来看 现在他们这个中国大陆啊 这个前央行的顾问啊 叫做李道奎 他也出来了 因为你知道最近 大家讲说三中全会 那个要开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不是都开始 有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访问 过去网历都这样 可是李道奎呢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居然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经济不能只有生产 而没有消费啊 你光听到这句话 就会发现到 那他跟刚刚那个 那个扣文宏讲的 不是一样吗 消费紧缩嘛 而且你只负责生产 生产都要花钱的啊 没有消费 怎么会有赚钱 我们就来看 在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出现到 好多企业啊 决定要退出中国市场哦 包含到啊 这个是日本资深堂旗下的 一个品牌啊 叫做保木啊 他现在也宣布说 他们要关店 你看他把这个 闭店公告啊 全部给贴出来 你知道 而且他说 我不再接受新的订单的 你如果有 现在有发 已经发单了 没有问题 我会发货 但我7月10号之后 就不要了哦 那你知道其实 以这个保木 这个品牌来说 他在过去是主打 天然跟无天家一物 但是啊 我跟你讲 他是走这种 高价护富贫的 这样一个状态 2020年才推出哦 结果没有想到 2021年进入中国市场 到现在也不到 三年的时间 居然决定要退出啊 那到底是不是觉得 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商品 不适合中国市场呢 还是觉得 我赚不到什么钱 我干脆就退出好了 所以你想 赚不到什么钱 过去这个市场 对他们来讲 多重要 这么高利润 换句话说 退一万步讲 先求保暖 再求衣装金装 换句话说 中国人民 这些钱已经 能省则省 整个消费 就像他讲的 都怠速 都卖下来 都静下来了吗 那我们再看 消费这件事情 十一住行 育乐都要花钱 对 那你刚刚看到说 哎呀 你那个化妆品 我可以不要 不是必需品啊 我不一定要 那吃种可以吧 吃种是要吃的 名语持为天 你知道吗 日本媒体报导说 摩斯汉堡董事会 在上个月24号的时候 决定要 再次退出中国业务 他之前在1994年的时候 进进中国大陆 结果在1997年的时候 决议退出 那2010年的时候 重返中国 结果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开到 全中国大陆 24家左右 他那时候还发下豪雨 上海 繁华之地 我要在上海开100间 这个100间还没开成 现在已经告诉你说 他要再次退出中国了 连摩斯都要退出 你要知道在台湾 随便一家摩斯分店 你去看 都要排队的耶 而且后来他们就讲说 因为汉堡这个东西 可能在中国大陆 卖得不是很好 也会讲说商品定位 那另外有一个牌子 叫拉软 大家终于有印象了 他也不是走什么 特贵的精品的 这是快时尚的一个代表 是啊 结果现在也说 要退出中国市场 到目前为止 他的门市只剩下87家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拥有183家的这个门市 东莞 惠州 这些二三线的这个城市 结果后来被发现到说 他有大幅度的关闭 当然这也有可能 人家认为说 这有没有可能是 以退为继 为什么 因为我的电营收基本还在 但是我不要开这么多的电 我可以节省我一些的开销 让我其他的电 那个营业额 可以有一些的增加 你总是觉得不对劲 Zero 整个大家南北 关了快一半的分店 正常吗 我们来问 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现在 明明口袋里有钱 却越来越不愿意消费 两个不 一个是不能 一个是不敢 好好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而且这两个不基本上就是造成 现在大家外界认为 中国整个消费 变临到这个所谓通缩的危机 我先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你知道大陆媒体在最近 惊爆一件事情 他说 他们其实有三个记者 在那里 那个蹲点 你知道 然后就一直看着那个油罐车 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厂区里面 结果居然发现到 有一辆油罐车 你可以看得到 他本来在上面是装煤油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油罐车 那个中国大陆他也要求 就是说你这上面要表明 你是载什么物质 内容物是什么东西 结果他本来是载煤油 结果记者居然发现到 这个车子要开进去 一个这个卖食用油的 这个厂区里面 居然车子没洗 他今天本来上面载着煤油的 那你会觉得说 载煤油你开进食用油的厂区 你是要怎么告诉人家 说我在来干嘛 他说很简单 他这旁边有一个食用油的牌子 直接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要洗我前一趟里面是没油 洗都没有洗 洗我都不确定能洗干净 立刻下一趟去再食用油 然后就送到各餐厅 配发出去吃到肚子里 而且他们其实后来 记者他们其实在采访的时候 发现到很有可能是 这个油罐车的司机 他们想要省这种清洗的费 因为像这种 你在这种所谓的这个 煤油或这些东西 那你如果要清洗的话 你本来车子里面要灌水 然后又高压蒸气下去 而且你还必须清空之后才能够带食用油 你想哇天啊 这个工程这么复杂 一定要很贵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洗一次车300块到500块的民币 是有很多吗 没有很多啊 没有很多对不对 连这个钱都省 你要省用最贵的 八九千 八九百块的民币啊 你换算台币也不过就四五千块钱而已 结果连这个钱你都省下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我今天这样能省一块是一块 那我问你啊 如果这个新闻爆出来 你敢吃那个油吗 当然不敢 人命无价 你连良心都省掉了 这就是第一个不敢啊 我不敢消费 而且不是一个例子而已啊 事实上呢 他们那时候也踢爆说 有毒化学品的这个运输车 直接违规装载这个死为食用油 而且你知道这件新闻是在什么 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爆过了 没断根啊 没有断根啊 所以呢你就回来看 你一定会说会干这种事的 一定是小厂商啦 因为你不知名的 黑心厂家 没有 为什么你知道 来你看哦 这一次踢爆的里面 被进去搭载这个所谓的 这个没有清洗过油罐车的 居然是中储粮 中储粮是大型的国有企业 国企也敢这么干 国企你这样 而且你拥有338个 所谓的直属库 而且负责存储中央的储备粮跟油 跟中央扯上关系 你今天都出现这种问题 那你告诉我 你敢买吗 你不敢啊 而且另外还有一家叫做 惠福粮油 他们其实这个注册的资本额 达到8亿多的人民币 也是一个大公司啊 所以你知道吗 在这件事情上面 官媒先跳出来 包含央视跟人民日报 其实对这个现象都一直在骂 央视说你这样跟放毒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不同 甚至人民日报也出来讲说 食品安全大于天 但我也讲实话 官媒是归官媒啊 那你今天这一些 连国企都敢这样干的时候 那你对于其他小商家 所做的东西 你觉得民众敢消费吗 你敢消费吗 你更不敢买 你更不买买 商家就更赚不到钱 更赚不到钱 那个死亡螺旋就开始运转了 那你说不敢买 那就表示我有钱 但我只是不敢买而已 但另外一个不能叫做什么 是我不能买 我想买我也买不到 因为很简单 不是买不到 还有买不起啊 中国大陆官方数据显示说 有两亿的人口 现在被迫选择 要做灵活就业啊 你的灵活就业 天哪 什么是灵活就业 来简单的白话文讲 叫做打零工 找不到正职就去打零工 有工你就来 没工就不用来了 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打零工 这个两亿的人口 约占总劳动人口的23% 将近四分之一左右的就业人口 居然是用打零工的方式 而且这个东西 不是一时出现了 他居然成为劳动市场的新常态 那包含南华早报 其实他过去也曾经有这个报道 他就讲说 现他们曾经对这个房地产 网路汽车跟金融事业 这个市值排名前五大企业 跟三大知名的电动车商 年报的这个所谓的重合评估 居然发现到这一些企业里面 有14家都在去年开始陆陆续续裁员 你刚刚盘点的那几大企业 应该是创造的最大量体的就业的机会 结果都在裁员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他不是有那个央行的前顾问 不是出来讲说 你不能只生产不消费 对不对 他们一定有听到 所以我连生产都省下来了 我就开始裁员了 可是这种裁员的状况 就会变成是什么 像他们智联照聘这个 在五月份的时候 数据却显示说 今年中国大陆有将近20%的大学毕业生 选择缓慢就业 意思是说我不急着 找观众反正我也找不到 甚至有13.7%的选择灵活就业 那你想想看 钱都赚不到了 你怎么能够消费呢 台积电好狂啊 他在每股市值突破一兆美元 大盘今天一度让台积电带着飞 但是创高之后 进入小碎部整理 分析师说 不免听 因为观察指标 您来看 台积电登上了每股市值第八大 往前看 前期大Google Apple NVIDIA 哪一家不是唯一依靠台积电的晶片 这可能也解释了 为什么外资 一直对台积电的目标价 看走眼 一路调高 一路走脚慢一点 就变落后指标了 对没错 事实上台积电真的非常狂 它一路的往上冲高 那包括说像今天 今天它一路的 这个曾经创压 1055块的历史新高 那也带动整个台股 一度之间的冲破到 24126点的这个新高 不过呢 事实上我就讲 刚才军相说 外资一路看走眼 的确外资逢高 因为看走眼逢高 他就抱不住 所以逢高开始调节 你看调节一度的 一度跌了 这个约末就跌了 瞬间跌了519点 那最低曾经杀到 23607点 那因为外资目前为止 在整个现货市场 跟期货市场 都是偏空的一个态势 另外一个 因为主要为什么 今天台积电能够涨了 因为昨天的ADR大涨 就像你知道 昨天的ADR一度 涨了4.8% 那整个以ADR 换算美股的市值 它突破一兆美金的 这个大观 这个真的是一个 历史的里程碑 那也带动了 整个台积电 往上冲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为止来说 它的市值真的 我觉得台湾 这么小的土地 有这么大的公司 大家真的觉得 非常的夸张 为什么 你看全球前十大市值 的排行榜里面来说 第一个苹果 苹果昨天又赢过微软 然后第二个是微软 再来是灰打 他们都是三兆等级的公司 另外紧接着是 Alphabet 亚马逊 这个两个是 两兆等级的 那另外一个是 阿美石油 Meta 以及台积电 这个约莫都是 一兆等级的 所以等于是说 三兆 两兆 一兆等级的 这个是全世界的 前八 前八强 台积电排第八 但是美股来说话 你只要把这个 阿美石油扣掉的话 台积电在美股 就排第七 而且还力压什么 力压巴菲特的波克夏 甚至也力压 这个所谓特斯拉 成为这个世界上 非常成为美国 排行第七的 这个市值的 这个科技公司 而且 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你仔细来看 苹果 微软 辉达 阿发贝 亚马逊 Meta 他们都是 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也就是说 台积电 其实是他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幕后的 军火供应商 所以你看台积电 能往上涨 当然没有问题 那尤其是 未来五年 AI的相关硬体的 年复合成长率 高达50% 那50%又占 这个台积电 营收的这个20%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整个台积电 可以说是 沉得抓不住 为什么 现在美国 很多人就说了 过去都说是什么 美国是什么 惊奇奇超人 现在要把台积电 纳进去 你知道说 台积电的地位 跟过去 真的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记住 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明天 要公布 六月份的营收 一个是7月18号 这是魏哲家时代的 第一场法说会 成绩肯定是 不会太差 所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在此之前 还有多少的 利多消息出来 而这些一路被压着打 一路看中眼的外资 又要怎么去调高 台积电的目标 对 没错 像今年的这个外 如果你看外资的 这个报告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呦 外资怎么是一路 在追着台积电的股价跑呢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7月多以来的话 外资开始看多台积电 像摩根斯丹利 摩根斯丹利已经把目标价 从1080块 调到1180块 那摩根大通 也是重申到1000块的 这个高价 麦格里调到1200块 然后瑞颖调到1070块 事实上这里面来说 摩根斯丹利 他今年已经 8度的上调 从年初的688 调到1180块 大家说 你原本什么领先指标 现在变成是落后指标 那过去其实外资目标价 都会定得高高的 然后慢慢慢慢抵达 有时候外资的目标价 没有到就下来了 就这次是这样 台积你定了台积电的目标价 往往就是到 而且你还在后面调整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台积电的业绩 也有一点跌破 外资原本的预估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明天他要公布营收 营收如果没有低于 1599亿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创下 单季营收的新高 那当然大家预估的是说 第三季 他如果第三季来说的话 较第二季能够继成长 一层或是更多的话 哇 那又是个大力多 那尤其全年的这个营收成长 原本台积电是说 两层约莫出头的左右 那如果能够把它往上调到 两层五以后 25%或是30%这样 那这样营收当然会更 当然会这个股价会更好 另外就是大家注意的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原本预估是 2008到320 300的中值 如果把它调到300到320的话 哇 那整个业绩一定是 往上爆发上去 股价往上爆发上去 所以那网友就开始讲 开始考试这些 你看 他说你看 一千块的台积电是天象 掉下来的礼物 天黑请闭言 天亮请暑钱 那另外大机机真的 大机机就是台积电 真的连放养的大膜都压不住 大膜一直不断这样 你看 然后大小膜完全变成是落后指标 大家在那边笑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还没有完全 认清台积电的价值 为什么这样讲 你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你仔细来看 这里面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台积电已经来到 一千零四十块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 他们预估股价大部分目标价都在这边 真的比较高了像汇丰的一千三百七十块 或是像这个卖隔离的一千两百八十块 以上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比较低一点点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的目标价似乎都在一千左右 就是现在这个价格 所以假设真的这个台积电的业绩 比大家想象好 法说比大家好的时候 哇那可能股价往上冲了 那统一投顾的这个离方 我就说 关注券商也是看股价办事 他认为18号的法说会 释出正面消息之下 这个外资应该还会在上修目标价 所以等于是今年的台积电 涨到连外资 他都认不清楚台积电的真实的面貌 你就知道台积电真的非常非常的狂 好 眼睁睁看着台积电带着台股飞 那中国呢 中国怎么可能甘愿在那边甘瞪眼 于是就蹭 想方设法的蹭 居然在台积电相关的每一项排名的背后 都给你贴上五星旗 给你贴吧 老谢到底看到了什么危机 他警告说 日本的30年失落这一件事情 已经找到传人了 棒子直接交给中国 真的吗 对 没错 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科技业 好像被隔离在美国的这个封锁之外 那当然台积电 这个市值创的这个新高的时候 中国也觉得说 予有荣焉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是中国相关财经媒体 有的一个报道 你看他们2024年世界价值 前12的这个公司里面 台积电就在这里面 然后他在前面换这样的五星旗 对 然后另外另外媒体的报道里面 全世界最有价值的25个家公司 13名是台积电 也弄个五星旗 那另外在这个地方 2024年来说话 最事实增长最多的美股来说话 这里面写的台积电是中国台湾 所以就说他们把这个台湾 因为有这个台积电 所以让中国的科技业 看起来也不错啊 不过我觉得我就跟大家讲 这是中国自己吃豆腐 当然我们还是 台积电还是属于我们台湾的这个资产 对那没错那刚才居相提到说老谢 他认为说这个所谓失落30年的这个棒子呢 可能从日本会交给中国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 为什么今天的日本股市 再度创架历史的这个新高 大涨的这个状况 但是反之呢 中国股市呢 在最近还是被破底的一个阶段 所以整个 你的氛围是真的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他说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全球至少有2.7兆美元的这个 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房地产 可是你看中国房地产现在在跌 那再加上说中国本身的这个 很多资产都 人民的资产也都压在房地产上面 居相问你 假设我的房子在跌价的时候 那我有那么多贷款 在要有贷款的时候 我哪有钱能够消费 当然没有办法消费 这就会沦落成跟日本当初 一模一样的局面 所以他才说 为什么会变成是日本 过去的失落30年 会回到中国 这个就是因为房地产 在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话 中国好像又有一点政策 要往左走 或是回到过去的感觉 比如说你看他们推动一个叫做 农村集体经济的这个新法 那预计2025年5月1号实施 这个简单来说 就有点像过去中国的人民公社这样 他想想 你怎么走回头路了 从这个自由经济往革命公社去转 这是回转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 就是还有他们鼓励什么呢 因为现在城市里面的房子撑不住 那撑不住怎么办呢 他们就说 这个农民啊 你们的弃农村宅基地 然后到城市买房 也就是会很简单 这个包括说你看农村的地方 安徽的这个凤阳县 他就说鼓励一次性的5万块 让你来买 就是农村的人来来买 那南通的话 就是奖励补助款 大概1.5% 所以这等于是怎样 割韭菜 城市的这个新鲜的韭菜割完之后呢 现在都找到农地去了 那农地来说 你又说什么 农地要回到人民公社 这一切一切 都对中国经济投下不确定的因素 横估中国经济 我们给大家看两个 最写零零的指标 又一个高端奢侈品牌 卖不动了 Burberry 居然因为整个业绩大跳水 要大裁员400个人 能止血吗 这连是金融业的金铜 上海平安银行 传出恶意财员 一口气几千人遭殃 对 没错 事实上这个中国的不景气 也让很多名牌遭殃 这里面是Burberry 为什么 因为Burberry英国品牌 它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英国关系非常好 所以它在中国大肆地扩张 而且中国人也很爱买 就没想到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这个中国的消费力道减缓之后 你看Burberry的股价 一路下跌 跌到这个15年来的新低 那它也要展开 被迫要展开400人的这个裁员 那上次裁员的时候 是新冠的期间的时候 裁了500人 好 那为什么中国很喜欢它呢 因为这个 它是1856年成立的一个公司 而且它是英国皇家的御用保证 对不对 所以中国一开始非常喜欢 但没想到它的销售 因为它大举往中国去之后 它整个中国市场的销售 在2023年的第四季呢 大跌了19% 那尤其是它的总营收 中国是占它40%的营收 所以你看 40%的营收出问题的时候 当然让Burberry也都不知倒地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不知倒地 我们要买Burberry的可能就是 中间的这个中产阶级的啦 或是比较年轻人啦 或是上班族啦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钱啦 为什么没有钱 你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之前这个Covid-19不是有所谓动态清零吗 对 就他们现在也在动态清零 他们动态清零什么呢 北京内蒙还有四川等地宣布推出所谓的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 就是说有一些没有工作 那我们就释出一些短期的工作 反正你有工作那就是零了嘛 我不准你挂上失业的招牌 对 没错 那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2024年就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说实在你看就职率只有41% 有59%的人是找不到工作 另外应届博士班的话只有33%倍率 因为博士班硕士班要求的钱更多 现在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鸡 你都会闻到中国经济真的不景气的一些状况 还有一个指标更大的警惕是 向来会让人非常羡慕的金饭碗 银饭碗 我们讲的是金融业的这些人生胜利组 现在遭殃 第一个要砍的砍向他们了 对 没错 至少中国的银行的所谓的 他们的薪水或是福利 都是中国数一数二 他们比台湾的银行要地位高很多 就没想到中国银行也是一样 你看这是中国的平安银行 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营运不好 我们现在要削减成本 不过把这个上海一百多名的员工 把他调到深圳总部 然后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就把你裁掉 或是把你这个给你补偿金这样 等于是变相裁员的一个状况 说真的 把你从上海调到深圳 这不是从台北调到高雄 这调得非常远 所以当然当然就是说 你这是恶意的 要他们离职的意思 对不对 那尤其是今年五月 有传出所谓员工当月的这个绩效奖金 被绩效被降薪的这个状况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降薪讨薪 不断地在中国的银行出现 所以那要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上海交大的李峰教授 甚至还喊话 因为最近中国从上到下 大家都在割金融业的韭菜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我当金融业可能很苦 所以他就说 不要以从事金融业为持 就是他们还是好工作 你有沒有搞错 这件事情怎么这么颠倒是非 什么时候什么时代 从事金融业居然变成一种耻辱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今年听到都是被捡薪降薪 然后被追奖金 然后贪污腐败一大堆 所以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个 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局面 那实际上尤其是中金公司 我们前一次不是讲到一个 振兴的女生坠楼的事件吗 一个学霸 对 他就是中金公司 那你看中金公司来说的话 他2018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年薪来说的话 大概是300万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 是514万 就后来又往下降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这个金融业 也出现一个危机的这个状况 那你根本不用讲 金融业通常都是一个国家的血脉就对了 你血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 那个国家当然就不会好 身体就会坏掉 对 另外一个就是网络业 因为中国网络业事实上是非常风风火火 那尤其是中国版的这个脸书 叫做小红书 那照理说一定会非常好 结果没想到你看 字节跳动 然后这个淘宝 他挖了非常多人 到小红书来 结果没想到小红书呢 最近营运不是很好 那怎么办呢 他居然要报要裁员 裁他30%的这个员工 那尤其是因为这些人呢 大部分都是你刚到没多久 到值大概只有半年的这个时间 那尤其是里面已经很少 有人超过这个两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那另外一个他们就说 如果你年纪很大了 我也不想要招聘你 所以等于是说 你现在呢 在中国你面临到 如果你过了30岁以上 你真的很难找到工作 那尤其你就算找到工作的话 可能没多久的时候 也会把你拆掉 就算你领到薪水的时候呢 搞不好他最后还会把你薪水讨回去 所以那事实上现在中国年轻人怎么办呢 算了算了 来邓赫啊 不想努力了 你看30%的中国年轻人 做什么呢 他们躺不平 然后卷不动 所以怎么办呢 就在青年养老院里面 你看这是青年养老院 什么东西啊 没有你看青年养老院真的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来让这些所谓的 你可能在外面受到创伤的身心灵的年轻人啊 你就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吧 就类似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短暂的逃离 然后可以放松充电 身心的这个疗愈 然后一个月大概是 1700块人民币左右的这个状况 大家看了就傻眼 老人的养老院 大家看了就已经很瞠目结诚 你还有青年的养老院 青年不是应该要打拼的时候 还有机会跟希望吗 对你怎么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这样弄呢 因为为什么 我就说躺不平卷不动 没有工作可以做的时候 当然对这些中国年轻人来讲话 人生没有着落的时候 那就真的不如去青年养老院养老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宾市大热卖见证了台湾籍 就像是我们看到了保时捷卖不动 它见证了中国经济在下行 现在更大的冰风暴在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是两岸交流的样板城市平潭 在这里居然台商外资全员逃走中 而当地政府却如此的无能为力 你看看这么空洞化 另外一个地方 经济火车头 富士康龙滑场腾讯总部所在的深圳 你看到这一段影片 狼磊 什么叫做40%的失业率 连深圳都销轰的话 那其他的大小城市 岂不更艰难吗 如果对照台股最近不断的飙新高 中国的A股 现在大概只有一个字叫做惨 如果叫两个字叫很惨 第三个字就是惨兮兮 到7月5号为止 中国股市有765档的这个个股 居然跌破净值 占他整股的 整个全部的A股有14.3% 甚至创下20年来的这个新高 而且其中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提到说有这么惨的那边 还有国营企业达到45.9%的这样一个比例 太惨了 这应该是最有保障的 我买你的股票 我应该就是保老本 该给我摆努力 我通通跌回我的票面价之下了 所以你可以看来到 投资者如果看到这种数字 怎么敢在这里投资 你光看一个 2010年到现在为止 台湾企业对于中国投资 事实上比例一直在下降 甚至2023跟2022 这一年相比下降将近40%左右 还不到2018年水平的 所谓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这个当然第一个指标 就是在福建平潭这个地方 平潭在过去是被视之为 叫做向台商招手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很多特区很多建设 都说从平潭这边开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什么新平潭新家园 但是现在居然被人家踢爆讲说 他原先那个地方有一个 针对台商企业招手 做了一个叫做台湾小镇的地方 居然现在全部都空烫荡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都没有人 就算是平日也应该有小猫两三只 结果你这样看过去 只有两三个路人在那里走路 几乎都没有什么 这个大批的人潮在出现了 2018年两岸其实在热烈的交流的时候 那个地方是稀来攘往的 2024年7月你再看到这段画面 你简直觉得活在平行时空 而且你想这样的一个地方 刚刚协和号停靠在月台 连高铁都为了这个商机 拉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高铁也跑不动了 而且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包含台湾港 我真的觉得那个板子 赶快去把它给扶正 你这个一出来之后 人家还以为说你这是个废墟你知道吗 那现在整体中国的状况 我们光看一个 国内金融三业 就包含产险业 保险业 这些受险 他们对中国也出现 曝险年减 1360亿左右 这说明什么 钱通通搬回来了 是 因为其实大家会担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中国这个经济上面来讲 像深圳 深圳过去也被认为是 中国经济的火车头 带动整个中国经济 大量往上冲的一个指标性 深圳是中国南方 最重要的一个发展引擎 是 结果没有想到 他Q1的这个失业人口 居然年增40% 那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人就会讲说 深圳其实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应该是人潮非常多 我讲着讲着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深圳 现在深圳有很多地方 真的出现这样这样 失业的人或干嘛 直接就在马路边 弄一个吊床 感觉很惬意对不对 但其实对经济发展来讲 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那你知道吗 之前有一个香港男子 他之前拍了一些影片 就讲说 那个深圳地方很惨 那时候还被一大堆人出征 说你不要胡说八道 结果他现在就拿了一大堆 这个所谓大陆民众 他们自己所拍的这个影片 就讲说 你不要讲武抹黑 为什么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了 真的平常 没有人就算 很多店家感觉上 似乎都没有开 那你这个状况 当然反映出来 就是说如果没有人 没有人怎么会有消费 没有消费 怎么带中经济成长呢 这个不是二线 不是三线 不是四线城市 这是深圳 如果过去说 来来来深圳 打工都在这个地方 再回去荣耀家乡的深圳 都如此的元气大伤 那其他城市怎么办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有人潮 是不是会带动消费 可是你人在这个地方 私衣住行 娱乐通通都会在这里 没错 那结果没有人之后 我跟你讲 第一个 大家看到指标性 居然就是房企业者 因为之前 像深圳市 有一个叫做义田集团 他在2002年之前喊什么 你知道我每年要做一个项目 开发一个项目 所以他在过去被视之为 叫做百强房企之一 结果没有想到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里面 居然提到说 昔日500亿级的这个房企 义田集团被申请破产 而且深圳的这些相关法院 已经在裁定受理中 居然到现在为止 出现了破产危机 你知道吗 义田集团在1996年成立的时候 当时号称拥有4000个员工 而且总资产超过500亿的人民币 当时在做评比里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哇 那个地方灯火做得很漂亮 广东房地产综合实力前十强 中房协有就是所谓 有做一个中国房地产开发 百业也进入百强这样的一个名单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整体经济上面的这个状况 居然现在陷入了这个破产危机 而且不只是只有这个义田集团而已 像之前有一家叫做柔宇科技 这个柔宇科技被人家称之为 叫做独角兽公司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开发出非常多的东西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折叠手机你会觉得很了不起吗 没有 我告诉你 它在2018年就推出了 全球首款可折叠的手机 那时候它的技术支超前 号称一度超越华为跟三星 2014年的时候 它那时候也发表全球最薄的 这个所谓的彩色柔性荧幕 只有0.01公分后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也传出来有破产的危机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景况越来越消轰的 深圳南方制造大臣 甚至他们的元气都没有了 美中大战之下的苦果 活生正在眼前还没有完 中国现在赖以为生的 成熟制成的晶片 你说7nm不给我 5nm不给我 3nm不给我 没关系 成熟制成我还做得来 现在连这个我都要掐死你的脖子了吗 事实上你刚刚讲到说 没有元气 事实上因为没有元气 是因为没有底气 你没有东西拿出来跟人家比 那你说我要自主去开发或什么 我跟你讲 有很多全世界这个技术 只要有人开始抵制你的时候 你就很麻烦 像欧盟现在 那个路透社就报道说 欧盟已经针对晶片产业 以及晶片使用大户 进行两项自愿性的调查 调查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其实在4月份 公布了一份有712页的报告 其中有提到中国政府 对于所谓本国企业 提供许多层面的这个协助 那现在欧盟其实要做这个调查 就是干嘛你知道 针对晶片发动晶片战争的 意思就是说 我就要开始对中国大陆 这个出口这些东西 也要进行这个管制了 我懂了 所以现在的意思是说 中国你透过官方 对于你的晶片产业进行了补贴 让他们可以源源不绝的 对外去发动所谓的价格战 现在欧盟不止电动车 说我要砍你 我现在连晶片 我也要砍你了 那这个晶片开始进来的时候 那就会发现到 你很多这个高阶的东西 我可能没有晶片 我就必须要取消配备 那再来就是说 现在不是走科技 走AI 走这个所谓的智慧化 这一样时代 所以这个老实讲 就有点釜底抽薪了你知道 那你看艾斯莫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前执行长 温彼得 他就说其实现在讲说 发动晶片战 有些人认为说 晶片战大概就是技术上面 我能够超权 我能够掌握 我就等着被人家超越而已 结果没有 他说其实晶片战 根本就是所谓的 意识形态之争 为什么 因为他简单来讲 在地缘政治的利益考量下 那我今天已经不是 你的技术能不能突破 因为你想想看 我如果晶片的部分 我连生产端 我都给你给钱自助的时候 你怎么做 所以他说晶片战争 可能要数十年 才有可能会结束 这个东西是一个多大的警讯 温彼得四月才刚刚卸任 立刻接受访问 他的一个发言是多重磅 多值得参考 重点在这句话 几十年才会结束 换句话说 如果美中科技战 还要打个几十年 英雄笔记长 中国能等吗 他有几十年能等吗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今天成立了 跨越了一个门槛之后 很有可能就怎样 会被后人再给超越 可是这个超越 跟超越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来看 你实质能做到多少 你知道吗 去年底上海张家集团 曾经在他的官方 微信公众号里面 发出一篇文章 他说上海微电子 这个成功研制出 28奈米的光刻机 你要特别发新闻表示 好像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超前的突破 可是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说 等一下我们现在在谈 不是3奈米吗 不是1奈米吗 你做出28奈米的光刻机 有好厉害吗 可是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他上次说 我做出28奈米的光刻机的时候 他引发广泛的报道 结果没有想到没多久之后 他居然把这个28奈米 这几个字 把它给拿掉了 028奈米这件事情 恐怕地基都不稳吗 你看在这里 他成为国内唯一一家 掌握光刻机技术的企业 上海微电子自律研制 先进的光刻机 那应该好胖胖 你怎么把话拿掉了呢 那如果是这样 就回到一个问题 28奈米是什么时候出来 你知道2011年 13年前 所以如果他今年告诉你说 我做出28奈米的光刻机 意思是说 我可以不用被国外给前置 可是这一来一往之后 你的这个技术水平 现在大概也就差了 将近有10年左右 那你如果把28奈米这个拿掉的时候 到底纳到哪里去了 很多人更好奇 搞不好你实质的差距 可以比这个所谓的12年 还要来得更大 对 连落后13年的光刻机 你都做不出来 而今天 如果你有翻开报纸 搜寻一下网络 你会看到这个非常恐怖的阴谋 因为中国现在 前置于技术不如人 材料不如人 怎么办 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会吗 其实你看到在这个报导里面 提到全世界65%的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东西 你看它的市场来自于哪里 28%其实是来自于南韩 那另外台湾的部分占比 有在22% 那中国大陆本身 其实有12% 那这个半导体的分析师 叫阿孝姆 他就其实就提到说 为什么现在地缘政治 这件事情 甚至跟战争 会发生情绪相关 因为他说如果北京 想要摧毁台积电 加上北韩对南海 展开攻击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这两个占比 是不是将近到了50%左右 这就会重创台韩两国的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 这样一个产业 那你中国大陆 现在虽然只有12%的 这样的产量 但是如果台湾跟南韩 都陷在所谓的战争分岛当中 对于半导体的这个部分 生产产生一些影响的话 很有可能中国晶片业 会从这个地方下手 反而扶腰之上 因为你这个 那么大的一个占比 全部都被这个 钳制住的时候 换中国大陆说 我的晶片业 可以取代这个 很有可能到未来的时候 产能还超过美国呢 大家都在问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放50年的债 追30年的税 事情真的比你想得还大调 一般我们认为 富道流游的上海 现在居然 政府已经收之不平衡 入不敷出的情况之下 居然要去跟庙宇 掉头寸 这件事太夸张了吧 俊阳哥我只有听过 这种阿弥陀佛 佛度有缘人来 施主画个缘吧 对 就是我们讲和尚 去跟人家画缘 那我们就是布施进去 布施进去 我从来没有听过 竟然有政府跟和尚画缘 说阿弥陀佛 我们讲的小和尚 老和尚 来画点圆给我吧 开什么玩笑 就上海在干这种事情 他们最近传出个消息 说上海整个资金 有出现这种大缺口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跟我们讲的 寺庙佛祖画缘 一次就画了448亿 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网路上传得费费养 说太离谱了吧 马上上海说 哎呀我们要辟谎 我们要辟谎 绝对没有这件事情 但被点名的说什么 有9间寺庙 其中有一间叫做静安寺 竟然画了48亿的人民币 但你说这件事情 倒是真的假的 我们得要先看看 静安寺有没有这个能耐 去画缘 或者是被画缘 但静安寺 我跟你讲 还真的有这个能耐 你仔细看 你先看他这个屋顶 轻功相向的 各位有看到没有 不好意思 这个叫做纯金佛塔 光是这个佛塔呢 你知道他的屋顶价值多少钱吗 60元 就价值了60亿元 甚至他们的香油之鼎盛 最近还传出一个 就是各位你看到旁边 这个叫做信托计划 有没有看到 24个月 这个信托计划是什么 代表在这两年之内 他就已经赚进了15亿元的资金 所以你就知道 真的很好 他们是真的有能耐 可以去救苦救难 救济上海市 但为什么说 有可能去跟寺庙借钱 听起来很荒唐 不好意思 中国真的有潜力 以前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 天津河北的政府 就是发不出钱了 发不出钱 想说跑去跟寺庙画园 跟寺庙画园 一次画多少钱 画了三亿元 那时候大悲市政的发挥 大慈大悲的精神 还把三亿元借给他了 结果没想要借完之后 隔美几个月 又跟你讲 又没钱了 天津河北又没钱了 十谁之位 又跑去说 这个和尚 我们再画个圆 我们再画一次好不好 结果没有想到 庙方马上拒绝说 你这样都有戒没还的 我没有办法再悲苦你了 结果你知道 他没办法悲苦你了 你知道天津河北市政府 干了什么鸟事吗 他们直接跟你讲说 好啊 你不跟我画圆是不是 我马上整治你 他说你的环境 清洁 政洁 什么有问题 撕破脸了 我列了十几项 反正我就在调查你 你庙给我先关门大起 那是恐的嘛 对吧 赶紧本毛就很聪明了 对不对 这个敲软的吃 我给你甜头 你不吃我给你棒子 就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严重的地方是在于哪里 北上广深都应该是最有钱 最发达 税收最保足的大城市 上海出包了 那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我跟我讲 如果上海沦陷 真的要去跟佛祖 化缘400多位 我会讲整个中国都垮台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看到这张债务出资表 你就懂了 这个最上面的就是上海市 上海市是唯一有盈余的一个县市 一个地方政府 但你仔细看看整个以下的 有没有看到 绿绿的一条 绿绿的一条 就跟我们的股票一样 全部这个叫什么 负债 代表入不敷出 我花的钱 根本不够我进来的钱 那你想想看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整个中国除了上海之外 通通包括北京在内 都在赔钱 所以你看北京现在 惨到什么程度 连薪水都发不出来 他们就在讲 最近政府在忙的一件事情 天子脚下 你开什么玩笑 天子脚下 应该是要富到流有 不是 结果是政府借钱去发薪水 而且整个社会 我们讲的 不只是公务员 普遍都欠薪 但这个欠薪 它也凸显在一件事情上 因为对于这种 四十几岁 五十几岁来讲 工作很久了 我顶多就减薪而已 但苦是苦到谁 年轻人 他们现在北京人就在讲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光年轻人就业 百分之五十 竟然都失业 百分之五十 都失业 换言之 人家讲毕业及失业 这句话 原本是开个玩笑 结果没有想到 在北京真的是 毕业及失业 甚至是有人 惨到什么程度 惨到连北京当局都说 还不能再失业下去了 动态清零 你说雨萱 难不成 COVID又回来了吗 中国又要搞什么 哪来的动态清零 失业动态清零 就是想尽办法 阿妈阿狗 要不见 你给我伸出工作来 反正我不管 你什么东西 你就是给我去工作 一个小时 十块钱 你也给我去做 就是用账面数字的美化方式 要把这些失业数字 全部给砍除掉 但请问一下 有用吗 如果就是没有好的工作 如果就是没有办法喂饱肚子 那请问你动态清零 那变成只是什么 走行事主义而已 有工作的人 恐怕也不好过 我刚刚是不是跟各位提到 他们所谓的动态清零 会造成很多大量的减薪草 为什么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总共的收入就这样 你要我雇佣员工 我只能把其安减薪了 所以导致上海 一样最辉煌的地方 有一个中金的一个员工 知道他产生什么状况 他刚好被降薪了 这样可能工作到一半 他把原本的水平收支都打平 还有房贷 就降薪之后 他变成什么样 入不敷出了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所以他最后直接 你知道清生 降薪之后 我房贷敷不出来 我每个月我房贷要付三万五 那我原本工作五万块 刚好尬平而已 结果你现在 把我降薪变成四万块 五千块我怎么火 所以他就人生压力太大 对于未来感到没有希望 而且不只是这样 很多人没希望之后 虽然不会轻生 但你知道他们干嘛吗 躺平 他们知道躺平下去 什么事就都没了 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 最流行一个叫做 赫钢化 你知道赫钢化是什么 中江有一个叫赫钢的地方 那边的房子 根本没人要 便宜到我们讲的 可能几十万就可以买一栋了 所以现在遍地 他们年轻人都在找什么 就说我不用好的工作 我只要买得起的房子就好了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 当微软 亚马逊跟苹果 加码投资台湾 确立台湾 亚洲数据心脏的地位 中国呢 现在中国却上演了 全员逃走中 富士康所在的郑州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 苹果加速产业外移的结果 造成河南出口大跌的六成 就算是中国境内的厂商 要来进驻回补 也抵不过一家富士康 产业外移一样 短短两年 原本身龙活虎的郑州 元气大商 最后居然沦为烂尾之都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外资企业 纷纷会撤出中国的这个市场 为什么 因为对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 它的不管是内需或外资的环境 它的这个投资的经济前景 会感到忧心 所以你看到亚马逊 亚马逊它的这个电子书啊 它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 开始宣布说 它的云端下载服务 从6月30号停止 可是你知道吗 亚马逊它最近在台湾 它去加码投资 台湾的这个AI 它的数据中心 它的云端 跟云端相关的 它的整个相关配套的这个中心 它去增加 增加它的投资跟设产 可是同样一家企业 在中国大陆却要停止 它的云端的这个电子书店 下载服务 特别有感耶 此消彼长 你当然可以形容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 中国大陆开始有华为 还有这个文乐 这个文石 掌乐 这些企业 出来 本土企业出来 跟这些外资企业竞争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又有一个百货公司 在中国大陆宣布 它的这个租约到期 它就要离开那边了 这个是在这个上海 上海的这个 这个伊斯丹 日系的百货 伊斯丹百货的这个 梅隆镇 对 他因为这个租约到期之后 结束将近30年 就是27年的这样一个经营 你要知道 这一家店 这一张砍棒 它是上海繁花 见证它花开灿烂的一幕 它是见证者 如今花开花落 它见证了时代的眼泪吗 曾经在那边的人口 是非常的这个多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 上海伊斯丹百货 慢慢的你看到这个内部 有些去逛街 消费的这个人潮 人越来越少 人越来越少 门可罗雀的感觉 当然有媒体去访问 他们那边的民众说 我最近 我都一直尝到 那个伊斯丹百货 去买一些东西 它是卖家电 化妆品 还有品项很多的这个地方 没有想到这样子 宣布结束营业之后 那边的民众也有点失落 觉得很遗憾 那这个是继去年上海 另外一个地方叫徐家会 徐家会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投资的 太平洋百货公司 他宣布结束营业之后 又另外一家 外资百货的币电槽 所以根据 被正式的一个统计 中国大陆在 这个2021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相关的 百货公司 已经关闭了35家 2022年关闭了21家 我刚刚这样 所以前前后后讲出来 就超过55家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全员逃走中 现在正在全境上演 你看亚马逊 你看伊斯丹 连微软都要拔装了吗 这个知名企业在昨天 他就已经悄悄关闭了 中国大陆全境内 所有实体门市 那所有实体门市店 他只保留在这个官网商城 跟他的京东旗舰店 那大家会觉得 莫名其妙 怎么微软这样关闭 他的中国实体授权门市 常常在大陆很多重要的地方 包括上海 南京 北京 天津 都可以看到微软的这个旗舰店 他就象征了他的这个企业品牌 插足在那边 那个都是精华的这个地段 结果没有想到 也开始 他关闭了这么多全境的实体店 只保留官网跟京东旗舰店 那大家会觉得说 到底怎么了 是经济上面 让这些外资没信息吗 那我跟大家讲 来看一个数据 就是说 昨天中国的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他一度跌到了多少 百分之二点一八 虽然今天好一点 但是创架了这个二十二年前 也就是2002年蓬勃开始去追踪 这样一个相关的这项数据以来 有史以来的历史新低 后面还有一些财经专家 更是看淡他的这个后市 也就是他未来的前景 甚至说 现在已经跌到十年期 国债利率是最低的二点一八 会不会再往下探底 变成降到百分之二点一 甚至百分之二 都不无可能 所以你就看到说 曾经是全球 大家争相要抢尽 最甜最香 最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 现在外界看待他的信心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了吗 今天给大家看到 是最有感 今天你听靖平讲这段故事 最有感的三排字 就在这个地方了 中国大陆的社会 现在流行的这个一批 你要说顺口溜 或者是对联都可以 因为上年呢叫做 放五十年后的债 下年叫什么 收三十年前的税 横批呢 吃干捞尽 这个大家会听得一头雾水 但我就先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放五十年后的债呢 就是六月十四号 也不过就是上个月中 中国大陆的财政部 曾经发起了一个五十年期 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总额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到了二零七四年 才会还你钱 所以我借你钱 我要跟你对赌五十年的国运 那我还要先赌 我有没有五十年后的寿命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人 去买这样的一个国债 那你不是等到了九十岁以后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收益吗 而且还要确保 你这五十年当中 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 发债单位 中国政府 他们非常非常虚钱 需要money 口袋虽然曾经很深 但是现在掏不出现金 就要民众说 我跟你借到五十年后 那大家会觉得 那收三十年前的税 不久前 六月十三号 这个曾经发生说 倒查三十年的补税 后来变成紧税合成作战 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 那时候是发生在广东的珠海 珠海有一家 1997年就已经导电 不再经营的一个这个商店 结果他不再经营的话 你当时如果他close了店 他如果还欠什么税 在当时他申请不在 这个弊店的时候 你就要查清楚 结果没有想到 97年以后的2024年 也就是二三十年前的这个导电 现在2024年的相关的 这个珠海相关的部门 他竟然要去追查说 你还欠了我大概多少钱 几年之后 加起来将近97万人民币 就这样一百万人民币的税 那店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那当时你不跟我追 到了2024年才跟我讲 我还欠这个税 所以就被网路上 很多中国大陆的民众批评说 你收税收在三十年前 所以变成了放五十年后的债 收三十年前的税 吃干捞尽 才会形容说 你们这些各地方省市 县市政府 是有多穷 已经财政被掏空了吗 说到底就两个字 没钱啦 总要没钱 地方政府没钱 一路到县城都没钱了怎么办 谁会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那当然是地方县市政府 还有老百姓 尤其是老百姓 中国的审计署发现说 高达六十六个县市政府 六十六个县 他挪用了大概 十九点五一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概新台币 八十七亿四千多万元 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补助金 我们常讲 再怎么穷都不能穷学生 再怎么饿都不能让学生饿肚子 结果没想到农村学生 营养改善补助金 将近八十八亿元台币的 这样一个金费 被这六十六个县政府 拿来偿还什么 政府的债务 政府一定有地方的债务 还有支付基层的三保 保什么 保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这样的一些基层的一个 根本支出 也就表示说 中央除了没有办法再补助你地方 你地方的自愁裁员部分 你竟然把脑筋动到了这个急救钱 给最基本的这个孩子 学生他们的这个 营养改善的这个 有些是怎么样改善 他跟这个厂商 比如说团散的厂商 讲好了 给你多少标之后呢 然后他会有一些回扣 回扣的时候是回馈给政府 那本来你应该再去改善 那个老百姓给学生才对 但是他不是 那这些呢就拿来去还钱 那你一样涉及挪用 挪用这些钱被中国省计处发现 那你到底要不要查 要不要纠正 要不要惩罚 如果都没有的话 是不是会成为恶性成功 那所有的县市 其他的城市政府 都有样却样 那不是造成地方财政的一楼框 这个问题吗 中国政府到底怎么了 再来 静平要带我们看进去 富士康所在的这一座大城 河南的郑州 郑州自从苹果开始产业 加速万亿之后 它后来起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郑州这一座城市 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经济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讲到河南省跟他的省会 郑州 这个地方是这个全中国人口最多的 超过一亿人的这个人口大省 那也是全中国这个外贸最平凡 也是外贸第一的这个大省 但是在今年2024年Q1 它的这个第一季就有十个省的省份 进出口数据出现下降 其中竟然包括我刚刚口中 所称赞不已的这个外贸大省河南 那河南呢 大家会想到富士康 记得在疫情那两三年里面 那富士康在河南郑州的园区是非常大 他们聘雇人员高达两三万 甚至到四五万人都有 然后那时候不是封 到处封控吗 封控那时候人 他们都要被关在里面出版 就曾经引起很大的这个新闻 那在中国大陆内部 就有他们的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他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河南的这个外贸大省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手机出口量大幅下滑导致 那我们知道富士康 红海集团 那富士康他在郑州的这个 科技工业园区 他就是出产这个iPhone手机 主要的一个基地 那或许大家没有想到 中国大陆这个媒体呢 他有提到 当苹果逐渐撤出这个 中国大陆的工厂 尤其是在河南 那没想到他所引起的这个 连带的连锁效应 会产生这么巨大 所以我们讲说 奇怪了 郑州不就是全世界制造手机 组装手机 出口手机最大的城市吗 不 刚刚讲到了 苹果这两年加速 脱离中国 加入印度 加入越南 所以这个地方消下去了 印度越南东协起来了 对 当印度跟这个越南东协的这些国家 东南亚这些地区了 被这个苹果投资了 起来之后 中国大陆就下降了 下降了 你的手机出口量 就自然大幅下滑 是 那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2023年的时候 河南的这个出口手机数量 年减达到14.5% 那今年第一季呢 它只有出口664万只 然后到了这个去年 这个第一季出口呢 它是1688万只 你看一来一回 减少了1024万只 一年就少了1000万只 一年就少了1000万只 对 你看今年的第一季 手机出口金额 只有272亿人民币 也一年减少了61%以上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手机出口量影响这么大 全世界包括中国的 在内都在这个 这个电子产品的消费非常大 那以富士康来说 富士康它在郑州 有一个新郑重宝区 新郑重宝区在去年的进出口 它的进出口值达到 4073亿人民币 是 这新来币大概是1.84兆元 对 占郑州进出口值的比例 高达了74% 是 那占整个河南省的进出口值的比例 也超过了50% 来到了50.3 尤其是在富士康 它的这个上下有超过200多间 配套企业啊 所以你想 这一次整个河南 这个应该是进出口的优秀大省 对 成也郑州 半也郑州啊 所以当然 中文大陆政府没有想 不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又想到说 那用国产来替代 就像我们的电动车 对 中国电动车不是超强的吗 对啊 我就找什么欧欧光啊 他这些公司来进出 然后也找了比亚迪 专门做电动车的去进出 然后去取代 因为富士康的这个 它的产值下降 所以出口减少 你闲置了这个工人能力 他就会失业了 那就电动车来补啊 电动车来补啊 让这些电动车的闲置了这个产力 生产力来帮 可是你要想看 我刚刚讲手机的这个产品 是大家隔一两年就会换 电动车 我可能 我会跟你开个一年两年 我就卖掉就换掉 可能最少都会开个三五年 五年到十年 所以它跟手机呢 日常销用的这个替代率 是差很多 所以导致这样一个状况 就补不起来 那中国经济当然是 让这些外资会产生 很大的疑虑嘛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